台灣的防疫真的是充滿各種矛盾 今天我們聽到新北幼稚園的案子 又擴大了疫情 而且連桃園都被波及到了 就在疫情擴大的時候 我們的行政院長蘇貞昂告訴大家說 沒有 他掌握到的疫情已經已趨平緩 各地方政府連續多日的零確診 所以他要求指揮中心 要鬆綁相關的指引 這是一個很矛盾 很衝突的發展 還有另外一個矛盾是在台北市政府 一樣是Delta 在屏東出現的時候 我們全國如臨大敵 但是一樣的Delta 到了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針對莊皇宮的事情 他匡列了61個人 指揮中心說你太緊張了 這61個人當中 只有一個人真的要被匡列 其他60個不用 所以黃珊珊爆料 但是指揮中心說 沒有 我們後來是大家定義不一樣 隔天我們就把它匡列了 第三個矛盾在這邊 冠狀病毒致富 中研院的院士賴明昭 他告訴大家說台灣人 現在可能要考慮跟病毒共存 病毒在一到兩年之內 它的毒性會慢慢的減弱 大家不要緊張 大概再一年的時間 就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但是你現在每天戴著口罩 以後就會變成日常 他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他說大家可以看看丹麥 丹麥打了兩劑的 完全接種的 已經超過80%了 這就是他們現在的生活 不用戴口罩在戶外吃飯聊天 到夜店裡面也玩得非常的開心 所以他們已經解除了所有的防疫禁令 但是阿中說 沒有 沒這麼簡單 因為很多打了疫苗的其他國家 其實狀況還是很嚴重 來聽一下陳時中的說法 所以到底要聽院士的 還要聽陳時中的 兩個說法是有點不太一樣 陳時中還另外講到事情 因為接下來BNT 在這一兩天 學生家長 貼這個BNT的同意書 就要交建 9月22號就要正式來開打了 那陳時中告訴大家 說12歲到15歲 大概有十萬分之一 也就是百萬分之十 但是之前有專家說 他們掌握到的數據是 十萬分之七 百萬分之七十 但是現在美國有個最新的研究 他說越年輕 然後男性其實更嚴重 12歲到15歲少年 是每百萬人有162 我們剛剛說的是百萬分之七十 足足多了一倍多 所以家裡有年紀小的 然後又是男性的 可能就會非常緊張 那今天最新最新最新的 就是侯友宜剛剛正式宣布 他說我們這個9月22號 開始打BNT之後 當天打後面兩天 2324就休假兩天 其實你仔細看一下日期 9月21號是什麼 四天中秋連假 連假完 禮拜三 9月22號打 禮拜四禮拜五又休息 禮拜六禮拜... 所以你連續有十幾天 只有一天要上課 那一天要打BNT 我看你怎麼看 好 這個圖很快 就訂這個卡 侯友宜跟黃珊珊 就叫料敵從寬 侯友宜她覺得說 既然打了疫苗 可能有狀況 那大家就有做休息的準備 在家裡線上上課 黃珊珊 既然我們現在 要防堵這個Delta病情 所以當那個中修工人跟他老婆 他疑似確診 還沒有完全知道的時候 我就先匡列他周邊的人 結果現在確診什麼 他就是Delta 那你指揮中心怎麼 權責到底是誰 就是地方的衛生局 地方衛生局 要是沒有匡列好的話 中央指揮中心 會罵地方 你在幹嘛 那現在臺北市政府 觀眾朋友很簡單 這個中修工人 夫妻還沒確認是Delta的時候 臺北市政府就把 跟他另外接觸了六十個人 都要他們居隔 居家隔離 但是問題是 指揮中心看到那個資料以後 講他把他刪掉 那他問說你把他刪掉 說沒有 我不是刪掉 我是把他改列成 自主健康管理 那現在證明這兩個人 這對夫妻 他都是Delta病毒 那如果這段期間 跟他接觸的人 沒有居隔的話 你會不會擔心他要跑出去 可能都沒有 但是叫料敵從寬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最新的資料 耀州中心這個 我跟林士兵醫師在同台 我問他的時候 我看到最高的數字 是16到17歲 也就是高中生 國中生還沒有那麼高 那16到17歲 他的這個心肌炎的比例 是比較高的 就是剛剛耀州講的 百萬分之七十 也就是十萬分之七 可是你看這個 加州大學 他的分析的資料更多 百萬分之162 跟執中部長講的都不一樣 但我要跟妳講一件事情 美國他出現了 大概有2000例的 青少年的心肌炎 沒有死亡 那我不是說 因為美國沒有死亡 台灣就不會有 很嚴重的不良反應 不是 而只是說 大家當他出現 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不要太過緊張 第二個 少女幾乎是沒問題的 都在男生身上 跟他身上的高顏同事 可能是有關 現在美國的醫生 正在研究 所以青少年 他可能打完這個 BNT疫苗之後 是有可能會有心肌炎的 你要先做好準備 因為他是講說 9號到13號 今天就13號 今天第四天 給大家考慮四天 可是我跟大家講 都沒有考慮 因為他要作業的關係 都在9號就要大家交回 我家裡兩個都交了 願意打 我最後一句講完 左邊這個 兩個都是男生 所以就是我先做好準備 最後一個跟大家講丹麥 我只講兩個數字 給大家聽就知道了 丹麥因為打了80% 都是兩劑 所以他們等於就是 不用再戴口罩 也可以這樣生活 可是我跟大家講 昨天丹麥有434個確診 前天有386個確診 而且還有三個死亡 如果我們台灣能夠做到 一天三四百個確診 還要含死亡 我們也可以不怕的話 我們就可以試丹麥 台灣可以嗎 台灣不行 台灣只要出現 有大量確診 超過100的時候 大家就會恐慌 不可能拿下口罩 我們要做好長期的準備 除了疫情 大家也關心 現在大家的生活 到底怎麼樣 感覺也是又一個很矛盾 主機總處剛剛公布 一個最新的資料 他說七月 也就是我們疫情 還滿嚴重的時候 七月平均的勞工的薪資 4.5萬 平均那種4.5萬 反正總是一個迷因 但是同時間我們又看到 《中時國時報》 有一個民生社區經見 有媽媽帶著兩個幼女 騎著U-bike 然後在民生社區 天龍國裡面的天龍國 在那邊翻垃圾 然後還不只一個人看到 是先有一個人在爆料公社裡面 PO到他看到 他覺得非常吃驚 怎麼會翻著垃圾桶裡面的便當 就拿起來吃 他非常吃驚 沒想到其他人說 有 我也看過 而且我要追上去 我還有的人給他便當 然後他很多人很驚訝 是在民生社區裡面 有相當相當多的愛心店家 有提供待用餐 所以他們紛紛的 但是問題搞不好 這個媽媽根本沒有能力上網 她也不知道這些資訊 另外一個我們看到現在飯店 圓山飯店有一個 被報導有一個數字 相當的驚人 六月的住房率 兩年前2019年的時候 是高達7成6 可是今年的六月居然不到1% 0.87% 第二慘的是浮華飯店 兩年前是65% 跌到2.24% 但有一個非常有趣的 現象是這兩家飯店說 沒有 沒有這麼嚴重 我們後來都變好了 因為一般我們都會說 這些飯店都會希望大家知道 他們的災情多嚴重 但是他們反而跳出來說 沒有 我們沒有這麼嚴重 但是正確的數字他說還在調查當中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可能相對的 你就會覺得 有的人媽媽要帶著小孩 去垃圾堆裡面拿便當 但有的公務員 高雄市的消防局 有個辦事員就被拍到 他的月薪是高達7萬 但他在辦公室裡面可以追距 追距被發現的時候他很兇 說燒渡的中 所以遲早我們都會遇得到 後來被調查 其實他是因為高雄市 他本來是高雄市的員警 縣市合併之後 因為人多出來了 他就變成是消防局的辦事員 到現在 變成說他的工作很少 那到底還要不要縣市合併 縣市合併 高雄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現在在吵大新竹 新竹市長林志堅就告訴大家說 這應該要做 然後還特別舉例 他還放了一個族譜 說他的祖先林格 兩百年前來到了 這有點口誤 比悟 兩百多年前來到了新竹 我媽媽的爺爺叫做王玉閨 玉頭的玉 我爸爸的爺爺叫做林番薯 所以玉 蚵仔跟韓吉 在他們家裡面 本來就是一家人 但是他避而不談的是 林格他的祖先是從哪裡來 有志 我是覺得民進黨很愛 我很愛被問 這三排我各講一個故事就好了 每次都以後 像我以前在主持廣播的時候 常常有人嗆我說 瓦欣 你來台灣多久了 我說你要比多久 是不是 請問一下你多久 我來兩百年了 跟你這些一樣 兩百年了 你怎麼樣 你滾 你滾回去 我說對不起 我來430年 我家明朝就過來了 你知道這些人喜歡比大小 你知道嗎 明朝 請問誰比得過我 因為他以我國語講很標準 應該是瓦欣 應該是外省人 他不曉得我是明朝就來了 我家是唐山過台灣那時候就來了 就一路 我就要換這樣子 這一個小時 只要誰講到北京話 誰講到國語 我想請誰吃雞排 馬上閉嘴 不然無聊 林志堅你現在拿這個東西出來 表示什麼 你是整個台派的 你喊出這個東西是OK的 你林格來 為什麼不講 你知道都選擇他們要的人去講 然後合理化 現在足足要合併這些東西 我覺得真的是這些人 你就看看這些人 尤其上面的公務員也是 我今天也是一樣 我跟你講我辦一個活動 結果有一個公務員 他跟我後來 因為我邀請了來賓說要投影機 後來那個公務員跟我講 跟我的助理一討論完之後 我說不需要投影機 我說為什麼不需要 因為還要接線 HDMI線還要什麼 然後所以不要 我說這個叫做公務員性格 你千萬不能說 他們不要你就不要 因為他們一定會選最方便的 但是不能說他們不對 這就是公務員性格 我每個月薪水就是如此 台灣的公務體系都被林志堅 這一掛著這些公務員體系人 變得很多行政的單位 事情推動不了 你看這邊 這個真的豬門酒肉臭 謝謝林志堅停留在這邊 再過來 路有凍死骨 就是民生社區 你剛剛講的民生社區 不是台灣天龍國中的天龍國 那也是公務員退休 數值之高 感覺最幸福 他們數值非常高 因為我在裡面有做過聲音 我知道數值很高 你看這邊都有人在那邊撿垃圾吃 我真的覺得 你們這邊的人 要不要看看這邊的人 我覺得不是你們想像的這麼好過 所以你們現在還有薪水一個月 三萬五萬八萬可以領 珍惜一點好不好 你看中間這一掛 為什麼飯店業這麼慘 我給各位簡單講一個公式 我們是做餐飲業 餐飲業的公式跟大家不一樣 非常 怎麼這個高的沒水 就是我們都是3331 謝謝我們的耀州 我們叫3331理論 3% 30% 30%跟10% 可變動成本 不可變動成本 人事成本 1是利潤 10%是利潤 當這個歸零的時候 就倒了 我跟你講 前面就完了 你懂我意思 所以你回來看原山飯店 他在那邊跟你講說我沒關係 他其實是跟你講我沒關係 3331理論一看就知道了 我們的國軍最重要的 橫山指揮所 今天金船失火 到底真相是怎麼回事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DIYi